除了在战场杀人 俄罗斯还策划了一系列暗杀阴谋 杀害支持乌克兰战争行动的欧洲军火商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德国莱茵金属的首席执行员帕佩尔戈尔 莱茵金属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的炮弹生产商 为乌克兰供应弹药和军车以对抗俄罗斯 去年才和乌克兰国营公司成立坦克生产线 今年二月又计划在乌克兰开设弹药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今年初揭发这项阴谋 已经通知德国安全部门 对方宣称有能力保护当事人 莱茵金属则是表示定期和安全部门协商采取必要措施 在北约峰会上德国总理孝尔茨没有回应暗杀阴谋 只是表明政府一直知道德国面对的大量威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是说 俄罗斯对北约采取敌对行动 目的是恐吓盟国不要支持乌克兰 但是显然没有奏效 反而让盟国加大支持力度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